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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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不少见呢 效果不用考证也想得到 靠他们无数人 还是得继续忍受牙疼的折磨 也不知道从哪年开始 人们终于想到了一个 比较靠谱的办法 什么呢 兄弟是从外乡来 出到此地 略施一点小技 为您排忧解难 那位问我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本人拔牙的 那位说你的技术到底如何呢 对了 我这有实物为证 您听 这一箱子牙 全我拔的 没错 你不是牙疼吗 干脆来一个断根 把牙齿给拔了 问题不就彻底解决了吗 小品里边 王刚演的那个江湖牙医 今天看起来呢 很夸张很可笑 可是换到几百年前 无论东方西方 这样的人随处可见 只不过当年这些人的头衔呢 不是牙医 而是叫 拔牙匠 在中世纪的欧洲 绝大多数拔牙匠 那都是由铁匠或者理发师 尖着干的 这幅漫画画的就是18世纪 英国约克郡一位拔牙匠 在街头给病人拔牙的时候的 真实场景 您看啊 他手里这把大钳子 跟小品里边王刚使的 是不是一模一样 看到这儿有人要问了 在那么长的时间里边 就没有正经大夫 跟大家来看牙拔牙吗 还真没有 当年一些拔牙匠 为了招揽生意 会偷偷弄一些很小的虫子 放到病人嘴里边 等拔完牙 他们就会指着小虫子 对病人说 瞧 这些就是啃你牙的虫子 让你牙疼大 这么一来 连医生都相信 牙疼是因为有牙虫在作祟了 这么一来 医生们都觉得 就看牙拔牙 没什么技术含量 这样的粗活 那就让他们干去吧 您别笑啊 当时人们的认知水平 就是这样的 没办法 那么究竟是什么时候 人们才搞清楚了 牙疼的真正原因呢 错误的认识 让微不足道的牙病 成为夺命杀手 滑铁炉战场上的猎牙者 又为何要毁尸道牙 经典传奇 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几千年来 人们一直都认为 牙疼是因为有牙虫 在柱自己的牙齿 而想根治牙疼呢 那就只有拔牙了 于是乎 当拔牙匠就成为了 铁匠和理发师的第二职业 在欧洲一干就是几百年 这些个二把刀的牙匠呢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医学知识 把牙齿拔下来呢 是没问题啊 可是拔牙之后的事情 他们就不管了 于是呢 因为钳子不卫生 引发的感染 还有拔牙之后 止血不到胃 造成的大量的死亡病例 小小的牙齿啊 让不少人是丢了性命 这样的局面 一直持续到18世纪初 才有所改观 为什么呢 这得感谢两个人 1683年 荷兰科学家 列文虎克 发明了显微镜 有了显微镜 人们才知道 感情这个世上 还有很多人的肉眼 看不到的微生物存在 比如说细菌呢 再过几十年 有一个叫做 福查德的法国医生 用显微镜 观察了很多 牙疼病人的口腔 发现里面根本就 没有什么所谓的牙虫 由此他得出结论 牙疼跟人体的 其他疾病一样 原因很复杂 得由专业的医生 用科学的方法 来研究这个事 我们小时候 总是觉得有启齿了 妈妈或者医生 会说 你的牙里有虫子了 其实我们所说的虫子呢 就是可以理解为是细菌 那么细菌呢 是无处不在的 1728年 福查德医生 写了一本 外科牙医学 同时还设计出了 一整套 看牙病的家伙事 在他的带动之下 一大批医生 开始专门研究牙病 只负责拔牙 不管别的事 那帮拔牙匠呢 才渐渐的 没有了用武之地 拔牙闹出人命的现象 也慢慢少了 到了1844年 科学家又发明了一种名叫 一氧化二氮的气体 这种气体很神奇啊 人只要牺牲一点 哪怕没有什么高兴 或者可笑的事 他也会哈哈大笑 所以一氧化二氮 又被称为笑气 不久之后 人们还发现呢 笑气不光是 能够让人发笑 哦 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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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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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晚刷牙 保持口腔的卫生 那么在没有牙膏牙刷的年代 古人又是怎么保护牙齿的呢 在没有牙刷牙膏的年代 人们会如何保护自己的牙齿 众多考古发现 众多考古发现的背后又透露出古人结牙父齿的哪些智慧 经典传奇继续为您解密 上下咱们说了再好的假牙也比不上天生的真牙 而要保护好自己的牙齿 首先就得了解牙齿的结构和牙疼的原因 可不能像小朋友那样光知道是有细菌在破坏咱们的牙齿 否则那跟古人的牙虫那样的错误看法有什么区别 那么牙齿的组成分为牙幼质 牙本质和牙髓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平时感觉到牙疼了 可能我们的牙本质和牙髓就受到了影响 它其实在正常人和正常的牙齿表面 都有一层像膜一样的结构 我们叫牙菌斑或者是牙的生物膜 那么这层膜呢 如果它的平衡受到了破坏 也就是说口腔卫生不好啊 或者是细菌产生的这些代谢产物 破坏了我们牙幼质的完整结构 可以理解为牙齿里有了细菌 如果把牙齿比作一个人 那么牙齿最表层的牙幼质 就相当于一件金钟罩铁不扇 有它在 牙齿就是一个刀枪不入的武林高手 什么细菌呢 冷恶刺激 都奈何不得牙齿里面那些脆弱敏感的牙本质和牙髓 而一旦牙幼质被破坏了 那咱们的牙齿就等于是无功尽失 随便一个阿毛阿狗都能够让它痛苦不堪了 如果单纯的牙疼 你只是吃东西的时候 感觉到有一个东西刺了一下 这样的疼痛是尖锐的短暂的 就像可以理解为过电一样这种疼痛 可能是因为蛆齿累积到了我们的牙本质 然后所以呢外来的刺激 比如说食物 酸 酸性的物质和冷的一些东西 对我们的牙本质造成了刺激 告诉我们的一个疼痛 当疼痛变为持续存在的 或者是强度非常强 以至于晚上睡不着 或者是像很多患者来的时候 他就一直是这个样子的 那可能是牙齿凝裂了 损伤了 造成了牙神经的这个疼痛 所以它是持续的强烈的一个疼痛 要保护好牙幼稚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时刻保持口腔的清洁卫生 不让有能力破坏它的细菌 有滋生的土壤 而今天咱们清洁口腔的办法就是刷牙呀 估计有人要问了 这个天天刷牙 好像也就是最近这几十年的事吧 不说远了 就我爷爷那一辈 他们年轻的时候都是不刷牙的 也没有听说那边人个个都牙疼啊 哎 是啊 古人没有牙膏牙刷 那是不假 但不等于不刷牙 下面咱们就来说说 咱们的祖先是怎么保护自己的牙齿 跟牙疼做斗争的 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人确实不刷牙 但是人们每天起床之后 会做另外一件事情 咱们来看看《礼记》里的一段话 凡内外积出名咸灌树 也就是说 那个时候的人早起之后 除了洗脸洗手之外 还得竖竖口 用什么呢 根据各种文献来看 是用盐水浓茶醋酒的都有 总之都是一些有杀菌销火功效的东西 再到后来呢 估计是觉得光靠漱口 还是很难保持口腔的卫生 比如说牙缝里的菜渣肉沫什么的呀 光靠漱口就不管用 于是乎人们又发明了两样东西 第一件就是牙签 1976年 考古人员在江西南城的一座三国东吴时期的古墓里边 发现了好几件又细又尖的木质陪葬品 它是用来干嘛的呢 仔细一分析 尖的这头就是用来剔牙的 可以说呀 这是最早的牙签啊 第二件叫齿木 齿木又是什么呢 很简单 古人摘一些这个羊柳的枝条泡在水里边 等要用的时候 用牙齿把枝条的一端咬开 因为羊柳汁的纤维又细又结实 咬开之后呢 它就成为了一把天然的小刷子 蘸点盐水 酒什么的 就可以用来刷牙了 据说啊 把羊柳汁咬成小刷子 那还是唐朝的玄奘法师 也就是唐僧啊 去印度取经的时候带过来的法子 也许是嫌每天咬树枝太麻烦了 或者说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柳树 果然很快又做出了 可以反复使用的刷牙工具 您现在看到的是1985年 考古人员在成都 一座唐代墓葬里发现的四件陪葬品 他们都是瘦骨打磨成长条 头宽丙窄 大头这边呢 还整整齐齐的打了两排12个圆孔 这个东西又是干嘛使的呢 经过一番研究论证 专家一致认定 他们就是世界上最早的牙刷 这些圆孔就是牙刷的直毛孔啊 只不过这个孔里装的毛呢 早就腐烂消失了 等到了宋代呢 这牙刷的直毛孔就更多更密了 已经跟今天的牙刷没有什么两样了 只不过他们当时的名字 可不叫牙刷 而是反了过来 叫做刷牙子 这在南宋文人 无字幕写的孟良录里边 咱们还可以知道啊 当时呢 都城是杭州 也就是临安啊 有好几家名牌牙刷专卖店 比如说 凌家刷牙铺 副官人刷牙铺 名气都很大 说完了牙刷 咱们再来说说牙膏 前面说了 在漱口时代 古人用的都是盐水浓茶 醋酒 这些有一点杀菌消炎功效的液体 那有了牙刷之后呢 人们又用什么呢 这个时候牙粉就出来了 早在宋代 牙粉就有了很多种类 其中最出名的 那是大文豪 我的偶像苏东坡发明的 苏式牙粉 据苏东坡自己说啊 他把松脂和茯苓晒干之后 磨成粉 每天早晚用它刷牙 不但牙齿干净 嘴里还有一股淡淡的药香 有了它呀 苏东坡那是牙好 胃口也好 身体倍儿棒 吃慢慢香 后来还发明了东坡肉嘛 是吧 虽然一辈子又是坐牢 又是流放的 可是活得照样是潇潇洒洒 所以呢 咱们也得跟苏东坡学习 从保护好牙齿开始 做到能吃能睡 万事看开 生活才能有乐趣 不是 好了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 和抖音号江西卫视经理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线下 现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再见